亲爱的宣伤手,大家好! 很高兴再次和你们见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播是这次的解说兼裁判 大家对于本次比赛有任何的疑问 可以给小梁来提出 给小王来提出 可恶,不好意思 OK,大家都正常进入游戏 开局的话,咱们要注意一下 不能够有卡随机长时间死亡状态 OK,没有人卡随机 卡随机就是指在咱们的倒计室结束阶段之后 依旧可以购买武器的情况 这个的话就是咱们小王 其实正常游戏里天天在用的一个小技巧 不过这次比赛咱们是禁止的 OK,这把的话有随机,有首买 第一把是珠板由春江水暖 压仙之是咱们五条五对的 第一把的话玩僵尸确实压力会非常的大 咱们给一个僵尸视角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你玩僵尸 你会怎么抓人呢 至于这游戏怎么玩 就需要你在实战中好好的摸索一番了 需要你以小心谨慎的策略 目入为盈的进行一波游戏 这个游戏其实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吧 这个游戏的话 咱们说话模式最进化就是僵尸 你所有人玩家进入游戏都是人类 然后在30秒倒计时之后 他会选择数只数个人类成为僵尸被感染 成为母体僵尸 然后僵尸的目标就是要把所有人类感染 人类就是要活到4分钟最后游戏存活胜利 或者说现在目前就只能存活胜利 因为他是无限复活 他不能歼灭所有的僵尸获得胜利 然后的话人类跟僵尸之间 生化模式自己进化存在一个等级系统 然后这个等级系统的话 就是说你通过游戏内的战斗 他会累积游戏本局内的经验值 通过1到40级 然后你每解锁一个等级 你就会新解锁一个技能 就是咱们右边的变异技能 这个技能会给你的人类 或者僵尸方有一个增强幅度的效果 然后同时你每升一级 他会解锁新的人类武器 以及僵尸可使用的新僵尸 所以说咱们的生化罪 由于他的随机性玩法 就跟咱们玩吃鸡一样 你落地 你每次都落地学校 你落地学校的话 他每一次刷的武器都不一样 这次刷三机头 下次刷冲锋枪 然后后天刷机枪 随机性的话 目前是游戏 尤其是咱们这种FPS游戏 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这次咱们选择使用生化模式 Z进化 来进行一波比赛 当然后期的话 如果说 后期的话 如果说紫僵尸跟黄金僵尸 进入咱们生化模式 Z进化 那么后期的话 可能还会有新的比赛 当然具体有没有比赛 就需要各位在实战中 好好地摸索一番 你直接用幽灵之刃 不敢想 你必须要用夺命之连 幽灵之刃都out了 必须要用夺命之连 这一把 哎呀 第一名的34分了 最后一名才三分 玩僵尸第一把确实很惨 而且第一把的话 其实咱们这个房间没有boot 还好 不会说boot 退出然后传给你导致二变 咱们房间是没有boot的 所以说的话就纯粹真的看脸 真的看运气 看你九局肯定九局的吧 肯定要变一把 如果是九局一把都不变 那你真的是运气好的爆棚了 几乎在实战中很少有九局 一把母体都不变的情况 正常来说都是变一局 运气不好的话九局二变 然后运气最拉胯最透顶的就是母体 母体九局三变 九局三变 如果再被跟抓一局啊 你这把就不用玩了 可以直接退了 ok第一把的话 第一合合结束 目前的话 孟英杰第二 ARIMA是第一名 第三是浮生若梦啊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名的视角啊 咱们来好好的摸索一番啊 人家是怎么打的 这个应该是英数上的吧 这个应该是英数上的 疯狂的 全部都是一张 五 五 五 六 六 轱 五 七 咱本次的话 玩家可以使用的角色 超凡角色 以及普通角色是不限制 所以说在咱们房间 主要分为两个流派 第一个流派就是选择费尔兰多 就是普通的水雷 它可以使用300颗 300元一颗的普通水雷 可以直接手买 就说如果你要打手买流的话 选择费尔兰多 你优先选择超凡角色之后 然后再选择费尔兰多 它是同时拥有超凡角色的多一个技能 并且还可以使用费尔兰多 手动购买水雷 这是第一个手买流 手买打法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鹰鼠一样 不然气垂加水雷 然后第二种打法就是 平常咱们商量自己的套路 就是玩随机 玩随机的话就真的很看脸 但如果你一旦能够随机出来 X45这种超模武器 确实是不敢想 我感谢飞飞老板开通了舰掌 不敢想 猪老板早日吃的音输 企图不是这么久的 炮腾流合国家 炮腾火锅 绿酱国家 他们已经不需要2024下月 现现发布会 这一波僵尸的复活点确实很激烈 不敢想 目前的话僵尸是8只 人类是19名 大家已经准备开6秒一波了 把僵尸的发展的趋势 是给他成功压了下来 我看他的弹幕 两个水雷有啥区别 永恒水雷是只有永恒费尔南多 才能够使用 我没记错了 永恒水雷应该是二三十级才能解锁 等级比较高 还是说十几级 我忘了 但是普通的南瓜水雷 他一直就可以解锁 所以说金币的水雷 金币角色也是非常的强 然后目前的话 咱们也是没有红框的 或者说没有超凡级别的 咱们的超凡手雷在低等级 所以说的话 目前低等级的南瓜是非常的强 这一波萌萌跳过来 大师被抠 不敢想 看英叔能不能老刘手速秒一波 英叔一波 more level kill 不敢想 这一波叫着弹十杀敌 孟姻姐4感染 孟姻姐好像还是开局被跟抓的 所以说孟姻姐的话 这一波不敢想 怎么给我卡了一个火焰的bug 受不了 我观察者都能给我卡bug是吧 卧槽 直接着火 老板一来 直接点亮 点亮 想望生命的火 不敢想 某某的点亮 这把咱们看一下 第一名一就是英雄 132分 断层 第二名12 第三名108 第四名101 不敢想 游戏小征 242的延迟 不敢想 337延迟 不敢想 121 游戏恢复正常 228 不敢想 恢复正常 OKOK 小针不算针 路易 好吧 我不知道路易在不在看直播 好好修修你的服务器 上次路易是偷看我直播 这次不敢想 等级的话 对 等级的话 由于咱们生化魔士Z进化的话 其实官方的话 他没有去推这个生化Z的比赛 所以说咱们OB是看不到 这个玩家的等级的 咱们只能够通过 左边的僵尸解锁 来观看一波 玩家的 来猜测一波玩家的等级 还是只能猜测 房间里最高等级的玩家 这个半个要给我一直砍呢 武器没能着火 冬不住了 某某能点亮 老板三个月提督 直接点亮小王的直播间 确实不敢想 行 满足你 给你看僵尸 给你看这个 给你随便挑一个吧 给你挑一个这个玩家 第三回合起班比呢 肯定是很常见了 这波瘦子跳成功跳得过呀 但是好像并没有人在打游击啊 有点可惜 现在僵尸玩家的环境啊 确实是非常的好啊 你可以看到 尤其是前三局啊 变僵尸那不是坐牢啊 其实我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吧 目前呢咱们这个游戏环境啊 第一回合其实还好 第一回合的话 你毕竟就是正常房间嘛对吧 都是有boot的 可以第一回合抓boot 但是这种比赛房第一回合也不好 第一回合第二回合第三回合变僵尸 就基本上等于坐牢啊 基本上就是上局的趋势 你们都能看出来 然后第二个坐牢点就是第九局啊 第九级变僵尸啊 这个也很坐牢啊 你如果说你第九局变僵尸的话 我操后期全都出这个什么特点局龙神啊 你这么情况下你变僵尸怎么抓 鸟人哪怕都不说特点机枪啊 拿光轮这种武器都能把你盯住好吧 然后这是第二个倒霉的点啊 刚才聊到第一个倒霉的点是一到三局变母体 第二个倒霉的点是第九局变母体啊 第三个倒霉的点就是复活点啊 这个不多说啊 第四个倒霉的点的话就是二变或者三变啊 如果说你在这种比赛里二变甚至三变了 不好意思啊 你直接跟冠军说拜拜好吧 OK来到第四回合啊 目前的话是人类两胜僵尸一胜啊 第四回合开始啊 如果说是咱们开启了熔岩柱的话 这一回合开始就有熔岩柱了 但是咱们房间没有开熔岩柱啊 但同时哪怕没有开熔岩柱啊 僵尸的这个解锁的一些 比如说斑比的数量会大幅的上升 而且的话在这种情况下 僵尸的一个属性啊也会有提升 所以说第四回合开始 僵尸的胜存啊就会高很多 啊终于咱们火灭了 不敢想 气泡水老板退波间 咱波间的这个火直接灭掉 不敢想 没有没有 这个火只是第一人撑的bug 我这个视角看着游火 不影响它在实际上 它是不显示火的 只有咱们能看到这个火 看看看看刃 这么想看蛋疼呢 我来给你看蛋疼啊 蛋疼上的是特种乌龟啊 特种乌龟的话哎呀 这把特种乌龟比较倒霉啊 只是个前十 给你看一下蛋疼啊 OK找到蛋疼了 蛋疼的话 也是非常强的一位选手啊 也是同样被咱们路易 邀请为2021 去创未来进行盛典的去创之星啊 给咱们蛋疼发的奖杯啊 由此可见蛋疼的游戏技术啊 也是得到了路易的肯定啊 啊不敢想起了一个这么大块头的僵尸啊 确实不敢想 啊蛋疼直接被抠死啊 平衣哥哥啊 我以为他小月已经逃走了 你们最好逃走 这把看看大师的视角啊 这把小梁的话打到前五了 还是不错的 大师的话十五名啊 这把小梁猛猛的把大师踩在脚下 大师的话显得开局小幽影啊 防止被跟着啊 不过咱房间是开启了这个 显身力称呢 所以说你小幽影隐身其实没有什么用啊 大家的话把幽见的名字打开的话 还是能看见你在哪儿 这把秦风带尸队万箭归宗领一倍 PET领一倍 富婆领一倍 万箭归宗最后一名啊 老刘的话怎么又在右边啊 老刘的实力最近有所下降啊 不敢想 以前都说老刘老刘老刘手速啊 现在老刘的这个手速好像啊 没有一开始踢我的时候那么快了 不敢想 小针不算针 路易 恢复啊 不敢想 这一盒盒的话啊 有一个鸟人玩家啊 看一下这把能不能继续使人类20名的21名的人类保持优势呢 还说其鸟人的僵尸更胜一筹呢 这一次的话我线下跟那么崔真鹤市长握手了 所以说现在我看的选手啊 他必须倒霉啊 你知道为啥吧 我操这次线下 2024线下夏日流云发布会 你的王跟崔真鹤市长直接进行一波握手 不过握手的时候没拍照啊 拍了一张合影啊 所以你小王看谁 谁必倒霉好吧 直接看至宗大神 我说至宗大神别人都起燃火了 你怎么还在用气锤啊 不敢抢了 这把两三个鸟人啊 估计人类守不住了 至宗大神一看就没有快切啊 有快切绝对不是这个速度啊 好 请一个个卖了一波 致命一击 春江水的压生这个最后的波纹 这是我最后的波纹啦 救救 我太心了 我小龙都小胖呢 有没有啊 我太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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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旬复活是小天在上 第一名是鹰叔在上 特种乌龟 第三名是神刃在上 Sherry是梁库梦在上 21名是孟英杰 17名是秦峰带师 28名是老福 29名是老刘 15名是志东 这是我目前认识的 然后啊 11名是大师啊 12名是大师 我看一下 多余好像没有给我抱 他那个什么 我现在我不知道哪根多余啊 情依哥哥是北梨在上了 情依哥哥是北梨在上了 软粉香是俊秀 猪板牛是猪老师 我确实 哦 晚风啊 你们看一下 晚风23名 多余 有点 有点惨 其实这个比赛的话 实力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 主要还是运气 你知道吧 啊 这个复活点有点激烈啊 不敢想 志东大神 直接幽影啊 这个复活点 直接把秦峰带师抓掉啊 这个鸟人也很厉害 三级大夫一 不敢想 志东老刘手速隐身 卧槽 这一波操作啊 学到了 卧槽 能够从这边折跳 我先 这么生气 直接叫二级大夫一 卧槽 太生气了吧 三级大夫一都不要 只叫二级大夫一 而且还真成功能变出一个甘骨 左边这个多鱼啊 这个应该是多鱼啊 跳了女王啊 已经二十四级了 咱们这一波看等级啊 鹰叔一就第一 二五一 相隔离达二二六 出种乌龟 神刃二要 小梁二零一 你来看分数吧 我就不关掉了 老刘这一波二十九名啊 不敢想 特种乌龟 蛋糕你以备 大师你以备 波特你以备 小烧不烧你以备 咱们除了给前面的玩家给一点视角对吧 咱们也要给后面的玩家一点视角啊 比如说咱们这一波看一下老刘视角啊 三四我看一下三四是那个PATCH OU那个15名 派斥欧里 这个是三四啊 目前是15名 三四直播没有小梁分高啊 三四171 小梁206啊 V开头CGV144 所以说三人组对赛的话 相对来说以平衡性啊 跟这个运气啊 取了一个中间值 因为你说你运气不好对啊 你不可能四局运气都不好对吧 你不可能四局三个人一共12个人 一共12次机会啊 你不可能都不行吧 对吧 所以说这个比赛还能反映出一点东西了 之前的比赛啊 之前的那个他们办那个网易那个比赛啊 那个比赛的话当时是第一名啊 第一名你们知道是谁吧 他英书那个队啊 这一波看一下咱们的英书啊 能不能继续夺冠呢 还是这次小梁队能够夺下第一名 还是说这次大师老刘 小天逃夫 或者说神人不敢想啊 看一下谁能够啊 夺得咱比赛的这个冠军宝座啊 谁就能够享有2024年气泡水杯冠军的名誉啊 不敢想啊 以后出去可以说自己啊 在这个咱们这个主播赛基本上齐了吧 就是像一些什么小恶呀老段呀 他没有来 因为也是名额不够嘛 他们没有来 如果说能够把咱们所有的主播的透齐啊 能在一个房啊 那确实真是真正的这个一较高低啊 一场实力的对决 语莫校我不太清楚啊 因为大家有有些人填的这个名字 游戏名跟大家叫的主播名不一样啊 啊对对就就之前我说那个冤哥举办那个 之前他不是找小王解说嘛 B站解说嘛就是那个 之前打那个我记得有张图血缘嘛对吧 那个比赛就是之前不是英叔嘛 英叔第一那个 这次咱们比赛的奖金啊 比那一次还要高 升华第一名直接9999啊 还有三个华为手表不敢想啊 老刘隐身捡到箱子了 咱不看老刘啊 老刘分数太低了 咱们看英叔啊 看老刘你学不到东西啊 你看英叔才能学到东西啊 英叔年纪比我还要小啊 所以说这就是年龄优势啊 年纪轻反应快对吧 你像我这种老年人啊 按不出手足啊 手足又没老刘快的啊 老刘中年男士啊 成功男人啊 人家拥有这个资本啊 按无双的资本 像英叔啊 年纪轻轻啊 这个反应力比较快啊 像小王这种啊 处在中间的啊 你就是按不出无双的 我操两个鸟人 英叔面对两个鸟人丝毫不慌啊 直接隐身逃离啊 你们最好逃走 某一人那边没了吗 打完这把吧 打完这把 他们他们那边能不能显示是什么 什么原因是哪一个风呢 如果可以的话 倒是让他改一下 谁第一啊 欢迎七宝水老板进入不播间 目前的话是咱们的英莉莉英叔啊 目前分数第一名 298分啊 是以一个断层级别啊 碾压第二名选手 第二名选手260分啊 整整差了将近38分啊 第一名是咱们的英莉莉啊 英莉莉也是非常强的一位选手 之前的比赛里面啊 他也是获得了冠军的席位啊 然后的话大主播的话 像小梁是第六名237 特种乌龟是神人是230 智东是219 然后其他的我就不念了 那边的话可能管的比较严慢 咱们这边的话目前还没啥问题 我目前的话第一人称视角就是以一个英书的视角 就是咱们分数最高的冠军队伍 不是冠军队伍啊 就是说上一次的冠军队伍啊 英书的这个视角 英书的话现在变的是英雄啊 拥有1500的血 所以说要被抠他也可以放心打游记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三场比赛的这个摄像头视角啊 这个低刷比赛的光 也不是冠军的 总统和人民带对了 所以说要不要这么多 润怦脸图部分 驴儿三个月 也不能冠军 出了 老板有哪里看不懂 可以让小王来给老板解释 我来给老板来挑一波操作进行解释 比如说现在咱们看这个选手啊 九旬富婆应该是这个 刚才说谁上的来着 多余上的是吧 老板风是多余啊 那没事 看一眼咱们明天啊 富婆的话是咱们弹层队的 比如说他用的这把武器啊 是光谱动能枪啊 这把动能枪的话是一个线弹武器啊 小天上的 这把武器是一把线弹枪啊 然后右键射出一个光球之后 再连续点击左键 就可以对这个射出去这个屏蔽状的 敌人造成大范围的伤害啊 这个武器的话 差不多就是咱们X12啊 就是说咱们追踪者 粉碎者X12 那把武器的一把强化的超凡版本 然后他使用的武器的话 是光轮电击枪啊 这个武器的话 灾变也有用啊 灾变里面跑头的话 移速比较快 啊不敢想 被复活电击让人猛抓啊 这个复活电有点激烈啊 然后复活的话 小天啊 小天使用的这个断一恶灵啊 是36级的最强 咱们游戏目前 生化自己最强僵尸 然后这把主武器啊 这个像猪雀的是赛季猪雀啊 C猪雀老板应该也玩过啊 C猪雀的话 右键他可以射出一个 非常范围非常大的一个球 近战是小圣剑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小圣剑我就不介绍了 啊 春僵尸呢 亚先知啊 目前的话是五条五队伍吧 可以看到已经解锁了 36级的断一恶灵僵尸 也就是说 他可以给他的队友 进行一波发枪的操作啊 猛猛的发特点机枪给队友啊 在队伍内发枪的操作 再是在咱们比赛之中啊 是可以遵循一波使用的 可以减同队伍的枪 啊 不敢想 想要跟抓 但是被超兽直接禁言啊 超兽在咱们这个武器啊 还是非常的强啊 你可以看到啊 他要不是开局打了个超兽啊 他要是开局用这个 迅风轮啊 开就没了 但是超兽如果开完他的这个 右键红圈之后啊 综合实力还是不如这个 迅风轮要强的 迅风轮的话 这个武器不管不光是在便可以跳脸 生化的话也可以进行一波 就是他左肩按住一直 突然会有个鸟啊 这个武器的话 对于游走游记来说防复活点 那绝对是一绝 目前的话第一名一直是鹰叔啊 第二名先给鸟啊 第三名复婆啊 复婆应该刚被抓呢 320分 第三名福生若梦啊 现在的分数 最后一名一直是老刘啊 到时第二名是老福啊 不敢想 老福 老刘 小梁的分数略有下降啊 11名 特种乌龟神是第五 大家自己看吧 我就不一个个捏了 这是目前的话 房间总时长还有一分四十五秒 也就是说这一把的话 他第九格格 并不能完全的游玩结束啊 他在最后的一分钟 会直接提前结束啊 啊 有看到了龙神的身影啊 这把刚开局就36级啊 起龙神应该是很正常的 啊 老刘的话还在用钉锤啊 我看好哪个队 我的话 我要是啊 不敢想 争了 小争不算争啊 路易 如果这种争的话 如果他正争啊 如果他恢复不了 那么咱们就只能重赛了 因为咱们这个目前的话 没办法踢人啊 大家都是选手啊 没办法踢掉 你问我的话 那是不是有点亲定的感觉啊 但你如果只是问我的话 其实我感觉像英叔队啊 实力很强 英叔 还有智东大神 确实在我心目中很强 你看英叔看直接龙神408分跟第二名直接拉开50分差距啊 这就叫什么 这叫断层 我个人是看好英叔啊 然后其他几个队的话也不是说不看好 就是说可能运气成分要更大一点啊 因为英叔人家实力在摆着呢 你看别人还在用这个特点机枪对吧 老刘还在用这个30级钉唇啊 英叔都四只龙了 这是差距啊 有时候可能你觉得人家这个操作没什么 比如说人家拿棒器水点一枪啊 看这个战士点一枪啊 混珠弓对吧 就是这种细节啊 一点一点凑出来 最后凑出来啊 才是人家的这个 目前的第一名的这个分数啊 那英叔破盾了 不过结束了啊 问题不大 那么看一下最终的分数啊 英叔破盾了十分 第一名 香格里拉第二名 特种 牛逼啊 最后谢谢大家对CSO的支持 EVER GOOD GAME